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 胖城海的球鞋生活 今天很高兴又可以为大家带来一期新的球鞋开箱的影片 今天这双鞋子其实已经发售了有好几天了 由于最近大家应该都知道疫情又突然的严重了 在上海地区其实有很多的小区都被封小区了 甚至也影响到了顺丰的业务 那我这个小区其实没有被封 但是顺丰就是停运了一段时间 那我也是今天才刚刚拿到这双鞋子 那这双鞋子相信大家对它的关注度比较一般 因为它目前的价格是几乎就是维持在发售的原价的状态 但是有一些尺码官网上已经买不到了 那么我当时是直接通过官网在线抽签 就直接买了一双这个鞋子 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鞋子 在我看到一些博主提前做开箱的一些视频的时候 我是挺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这双鞋子耐克其实挺用心在设计这双鞋子的 包括整双鞋子的设计 里面的衬纸包括整个鞋盒 都是反映出非常多的细节 那同样的还是希望大家在观看我的视频的同时 给我的频道多多支持 点赞转发跟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好 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这期球鞋开箱 鞋子呢 其实我已经提前从那个外包装里面拿出来了 那就是这一双啊 大家现在叫它叛逆啊 叛逆静穿系列 那这双鞋子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鞋盒就不太一样 整个上面都是黑色的鞋盒啊 旁边这个耐克勾勾是灰色的 然后上面有个大大的叉 就是静穿主题的 并且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我可以调整一下不同的角度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会有这种涂鸦的设计 并且就是拿这种亮漆 在这个黑色的鞋盒上面这种刷上去的感觉 那待会大家看到鞋子的话呢 鞋子上面也是会有同样的设计啊 现在我去把鞋子拿出来 一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新鞋子的味道啊 瞬间让你闻到了1985年的那种感觉 静穿的感觉 然后这边衬纸呢 我也拿出来 因为也要着重给大家讲一下 先看一下鞋子吧 大家 这个鞋子现在放在大家面前 大家觉得这双鞋子 你们能给它打多少的分数 你们怎么看这双啊 静穿主题的这么一双鞋子 那我这边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衬纸啊 这个衬纸呢 非常有意思 它就是当年的耐克的广告啊 来告诉大家 乔丹当时穿那双球鞋被啊 联盟进穿了 所以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广告 我把它拿的远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底下啊 这边有脚上啊 穿着这双啊 黑红的 其实这双不是乔丹一代啊 这是一双这个Airship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就感觉是像放电视放电影一样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上面两个红色的啊 这个就是鞋子被禁穿 当时不允许他穿 那这个故事呢 我还是会在这边继续给大家讲一遍啊 因为有很多新的观众 也有很多朋友 有可能不知道这个球鞋的一些故事 那在1984年到1985赛季呢 那乔丹是周围新秀啊 加入了NBA 那当时呢 他跟这家耐克啊 一家新兴的啊运动品牌签了这样一个合约 那当时主要吸引乔丹的呢 是他们会以乔丹的名字啊 那Air Jordan这样一个品牌呢 来给他创立一个他专属的球鞋品牌 那乔丹当时呢也是非常开心 那么他的第一位设计师呢 给他设计了乔丹一代 那当时呢 他穿了乔丹一代开始他的职业生涯 那当时真实的背景呢 跟这个差不多 前面的都是一样的 那当时呢 乔丹一代其实没有这么快被设计出来 其实在84到85赛季 一开始的时候呢 乔丹穿的是另外一双鞋子 他的名字叫Air Shift 跟这个乔丹一代其实非常非常的像 那如果你不去仔细比对的话 你会觉得他穿的就是Air Jordan的一代 但其实并不是 那当时呢 他穿了一双黑红的配色啊 上场打比赛 那因为这样的原因呢 违反了NBA对于球员着装的一些规定 所以呢 当时呢 就是如果你穿的是主场的球衣白色的 那你配的就要配白色的球鞋 如果你穿的是客场的球衣 比如说公牛队是黑色的 或者红色的 那你必须穿相应颜色的鞋子 你不可以穿不同颜色的 就比如说你今天穿的红色的球衣 你去配一个白色的球鞋 这也是不允许的 所以当时呢 乔丹呢 他穿了一双红黑相间的这样一双鞋子 感觉上就是他每一场比赛都要违规 那当时呢 这个检查这个着装的小组呢 就跟乔丹发了警告信 告诉他你这个不可以穿 从一开始的500美金的罚款 开始处罚他 到最后封顶是5000美金一场比赛 那乔丹依旧穿着这双鞋子去打比赛 那当时呢 在这个整个运动界 篮球界 甚至于社会上 引起了一股非常大的话题性 那也就是这样一个 叛逆的这样一个主题的由来 那当时感觉乔丹是在跟这个NBA联盟的 这个着装小组在进行抗争 那当时呢 这个话题性非常大 所以造成了乔丹一代那双鞋子 卖的特别特别的好 那其实呢 当时耐克呢 是感觉是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marketing 我不得不讲 其实耐克啊 这些adidas啊 这些知名的运动品牌 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这种marketing 其实做的都是非常出色的 那当时呢 其实乔丹每一场比赛 负责5000美金的罚款 那他继续打比赛 当然这个呢 耐克会给他买单 那其实啊 从某种程度来讲 耐克用了每场比赛5000美金的 这么小的一个代价 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广告 并且激起了很多年轻人的这种 对啊 对运动的这种热爱也好 对这种社会的这种抗争也好 或者是一种叛逆的心态也好 啊 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广告 我不得不讲啊 那么这双鞋子呢 其实感觉呢 就是家宅的啊 这个这样子一个进穿一个叛逆的这样一个主题啊 来做设计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就像我刚才说的整双鞋子上面都是这种涂鸦 并且他所用到的这种效果就是啊这种像亮漆一样的刷在上面的亮漆就跟这个鞋盒上是一样的效果啊那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那鞋子呢整体呢就是一个黑色配灰色然后配白色的这样一个比较低调的配色那相信很多男生呢会比较喜欢这样的配色 比较低调比较耐张比较精穿的感觉啊 那么这个鞋子我个人觉得呢拿在手里啊的确不难看那有可能会嗯有一些朋友比较喜欢穿 骚一点的鞋子比较喜欢穿个性一点的鞋子呢有可能不太会喜欢这样的设计啊 那么在他的背后呢会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叉叉就是进穿的意思啊那有可能一些比较新一点的朋友他们不知道这个叉叉的由来 这个大概是在嗯至少我觉得离开现在七八年前吧当时有一双乔丹一代的进穿 它是以一个啊真正意义上的进穿的形式来发售的就是一双黑红的鞋子 但是在后面会有这样子一个叉叉我会po一个图片在这边当时这双鞋子呢它因为质量不过关 所以呢当时耐克是取消了这双鞋子的发售所以造成这双鞋子最后是大量的涌入到了啊美国的一些海外的奥特莱斯一些工厂打折店里面 所以呢最后呢这个鞋子是以很多人是以一个比较低价的方式去买到了 那因为这个鞋子其实它最终没有一个真正的官方发售再加上它又是一个进穿的主题 所以说后续这个鞋子都被炒飞天了啊那我刚刚开始接触球鞋的时候那个鞋子就已经是天价了 现在我感觉我都不想去看那个鞋子多少钱了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发个弹幕或者在底下评论去告诉我一下 比如说像我穿的9码42.5的这个鞋子当年的这个老进穿后面带叉叉的这个版本现在多少钱一双大家可以告诉我一下啊 我觉得这双子鞋子我应该是不太可能去入手了并且它时间也非常非常久了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入手的必要了啊 那么这个鞋子呢非常简单其实乔丹一代给大家介绍过非常多次开箱了非常多次主要是要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实物啊 那么中底是白色的但是呢我就觉得它这个上面这种涂鸦的设计并且它这个上面的皮质啊 那如果大家真的是有机会能拿到这个鞋子的实物拿的尽量尽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因为这个亮漆的这个部分会比较反光 大家其实不太容易看到这个亮漆底下的这个皮啊 底下这个皮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它就是有那种做旧的感觉 就是感觉表面这个皮是破破的这种感觉啊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啊 我真觉得非常有意思啊 然后呢大家也看到鞋后跟这一块啊 这个鞋帮到后跟这一块也是用这个涂鸦 但是呢它就是非常小的像手鞋体一样的这种涂鸦啊 整个印在这个上面的啊 鞋子的鞋舌还是一如既往的厚厚的鞋舌 上面是这种啊白色黑底白色的这个耐克的logo啊 呃尺码的部分呢我还是一样都选择自己的正常尺码42.5 我喜欢鞋子买的稍微大一点啊 两只脚是一模一样的鞋型 一模一样的配色啊 没有任何的区别 然后在这只脚里面呢会给大家附带一个白色的鞋带啊 只有一副 然后呢它原本带的是黑色的鞋带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鞋子主要就给大家简单带过一下它的这些细节 主要是想给大家回顾一下整个静穿的这样一个故事啊 包括这个耐克一直以来拿这个静穿这样一个 啊话题来赚钱 我不都不讲耐克你真的很牛很厉害啊 那像如果频道前你正好是学marketing啊 学这种公共关系 学营销的朋友 其实都是可以去深挖一下耐克当年的这些操盘啊 技巧啊 这种手段 我觉得其实都对大家会有一些灵感的启发 或者对象大家啊 在你的学业上 在你的工作上有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啊 那好了废话讲了这么多 这双鞋子大家是否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 目前一些小的尺码呢 还是可以通过原价的方式买到的 那如果买不到呢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各大平台 如果通过一些折扣券的话 我个人觉得应该也是在原价左右是可以买到的 我觉得这是一双不错的可以拿来自穿一下的鞋子啊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跟订阅 那么好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